321开始 嗨你好我是罗磊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获得一个美国的手机号 我之前的话曾经拍了两个视频 一个讲的是你去美国旅游的话 你怎么选择一个手机上网卡 另外呢也分享了一个去美国旅游 怎么在美国的银行开户 我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手机卡 并不是你自己上淘宝买的那种临时的手机卡 而是一个长期有效 就是说你可以长期拥有的一个手机号 首先呢你可能会问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长期都是在国内 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美国的手机号呢 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你拿一个美国的手机号 其实没有什么卵用的 但是你有些时候 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这种境外的一个手机号 第一点就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美国手机号 你以后你自己去境外旅游 不管你是去美国去加拿大 你自己预定酒店啊 包括说你在美国当地跟人家联系 你都有一个这种很稳定的一个联系渠道 比如说你的朋友要联系你 这种酒店要联系你 他都可以直接打你的手机号 就可以联系到你了 第二点好处呢 就是有一些这种境外的服务 比如说打车的Uber Lift 包括说你在新加坡东南亚 有那个叫做Grab 你可以拿一个这种境外的手机号码来注册 当地的司机啊 什么联系你的话呢 他可以直接联系你的这个号码 有些时候的话呢 你可能你在国外 你接打这种类似的这种电话很贵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有一个这种美国的号码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第三个呢 我在之前也说过 你接受一些这种境外的银行 比如说美国的这种银行 包括说境外的这种证券的一些机构 接受他们的一些短信通知啊 短信验证码的话会比较方便 第四个好处呢 就是说你可以拿一个这种美国的手机号 来注册Google Voice 你有了Google Voice之后 你就可以免费的打 加拿大美国地区的这么电话 发短信啊 打电话都OK 第五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拿这个美国手机号 注册境外的微信 注册境外的抖音 像你如果是注册的是境外的微信的话 它就可以开通微信的那个 WeChat Out 那个VOIP的这么一个电话服务 你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打电话 给很多国家和地区 最后一个是一个隐藏的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美国手机号 来注册一些国内的一些网站啊 注册一些国内的APP 大家在国内应该经历过 就是说你自己拿手机号 注册的一个这种第三方的APP 或者说注册的一个网站 比如说百度 然后你会发现 你后面不断的被这种垃圾短信给骚扰 垃圾广告给骚扰 如果你能够拿一些这种境外的手机号 注册国内的这种账号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垃圾广告 垃圾短信会少了很多 因为那种垃圾广告商 他们的这种接口是发不了国际短信的 所以说算是一个天然的屏蔽吧 接下来跟大家说说 是怎么来选择一个美国手机号 这里的话呢 是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呢 就是经济性 比如说你拥有一个手机号 你需要花多少的钱 你持有它的一个成本是多少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便捷性 就是说你要搞到一个这种美国手机号码 到底难不难 如果很麻烦的话 可能会把很多人都拒之门外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稳定性 你好不容易搞到了一个美国手机号码 你已经用这个美国手机号 注册了一堆的这种服务 你突然间发现这种手机号码被封了 或者是用不了了 那你就欲哭无泪了 接下来就以经济便捷稳定 这三个原则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套方案吧 第一个呢 是最便宜的一个方案 相对来说也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案 就是使用Google Voice Google Voice的话 是Google它推出来的一个VigoIP的一个服务 注册成功的话 你能够免费的获得一个美国的一个号码 你可以在网页上使用 你也可以在你的手机APP上使用 它可以绑定Google的HandoutAPP 注册的话是免费的 但是对于中国用户来说 它注册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是需要你用一个美国的手机号码 你才能注册 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Google Voice 注册的一些教程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就是你自己直接上淘宝买 可能也就几块钱到十多块钱 像我现在的话 我就用了它这个环聊 然后去发短信 然后收短信 比如说我之前就用它绑定了 我美国银行的账号 接收这种短信 接收这种验证码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之前曾经遇到个问题 就是我前两个星期在纽约的时候 有天晚上我尝试着叫UberX 就是Uber的一个外卖服务 我的Uber的话是用Google Voice来注册的 但是我到了下单的最后一步 就是准备叫外卖的 它提示我的号码的话 是没办法使用的 后来我搜索了一下 好像在美国的话 Uber对于这种虚拟的这种 VoIP的这种号码的话 它是有一个封控 就好像说不允许使用的 可能有一些国外的网站 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封控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 Google Voice 它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它可以直接推送到你的APP 推送到你的邮箱 但是如果说你要打电话 发短信的话 它是需要你一定的网络条件 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这种 科学的网络条件 你才能使用它 第二个方案就是土豪专用 它是最贵的 也是最麻烦的 但它是最好用的 就是Google Fi Google Fi 它之前是叫Project Fi 它是Google推出来的 一个电信服务 你是可以直接在美国那边 上网申请的 它会给你发一张SIM卡 你在你的手机上激活之后 你就可以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手机号码了 它的基本月租的话 是20美元一个月 它的流量费用的话 是1GB 10块钱 它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能够直接的漫游 因为它使用的是美国的那边的网络 它可以全程的使用谷歌 使用Instagram 特别方便 但是呢 刚刚也说了 20美元的一个基础费用 10美元1GB的一个流量费用 但是它现在的话 它有开启一个账单保护功能 就是你流量超过6GB之后 它的话就不会再扣你费用了 然后你总共可以用15个G的高速流量 后面的话就限速 所以说你最低的话是要20美元一个月 最高的话是80美元一个月 它还会根据你当时选的美国的地址 当地的那个税 然后可能还要收个几美元的税 谷歌Fi的话 它是最方便 最好用 然后还可以随时的漫游上网 可以直接的无痛使用谷歌这种服务 另外的话呢 它的购买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只会配送到美国境内的一个地址 你可能需要一些海淘一下 也可能会被砍单 谷歌Fi的话 我之前曾经有考虑过 后来我觉得太贵了 所以说我还是放弃了 第三个呢 也是我现在正在用的一个卡 就是这个NICA MOBI的一个SIM卡 NICA MOBI的话 它应该是目前美国最大的一个虚拟运营商 然后它的话 这是一张实体的一个SIM卡 它是一个预付费的卡 这张卡的话 我之前是在纽约的时候 我直接去到唐人间的一个电信的一个铺 然后以5美元一张的价格买的 这里面是没有钱的 需要自己充钱 你也可以自己海淘 亚马逊 如果你在Ebay上面都有卖 可能就一两美元一张吧 国内淘宝也有卖 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吧 你拿了张卡之后 你如果在美国的话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激活 你也可以直接在他们的网页上面激活 你输入你的邮箱 输入这个卡上的PUK码 然后再输入一个 你在美国的邮边地址 它就会给你分配一个号码 然后它的号码的话呢 是根据你美国的 浅浅的那个邮边来分配给你的 像美国的话 它的手机号码的国别号码是一开头 后面的话是有三位的它的美国的区号 像纽约的话可能是212 然后加州的话可能是510 520的话可能是亚利桑那州 在后面号码就是随机分配了 这张卡的话 它是不仅你可以在美国用 它在中国也是可以使用的 你在中国使用的话 如果说你是打电话接电话的话 都是0.49美元一分钟 收短信是不用钱的 但是你发短信的话 可能是要0.1美元 你拿到这张卡之后 你自己上网计划它 然后给它充个10美元就OK了 应该也没有人会拿到这张卡 在国内打电话吧 毕竟0.49美元 将近3块5一分钟 这是很贵很贵了 在中国的话 你就只拿它来接收短信 发送短信就OK了 然后它这张卡的话 它会默认的会开启一个 叫做Voicemail 就是一个语音邮箱 这里的话有一个坑 就是你拿到这张卡之后 你一定要及时的关闭这个语音邮箱 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些这种 推销电话打过来 它的话会自动的接听 你如果是在中国的话 你接听的话也是0.49美元一分钟 然后你可能就听个一分钟广告 就扣了你3块多钱人民币 还是挺心疼的 所以说你拿到这张卡之后 你要及时的关闭它的语音邮箱 你可以直接联系它的客服 关闭 然后具体的教程 跟你怎么发邮件 联系客服 我会在我的博客分享 大家也可以去我的博客看一看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 像这张卡的话 它是一个预付费的卡 所以说你在每90天之内 都要有一个这种消费的记录 就是说你可能都要发出一条短信 或者说你一定要打个电话出去 保持它有这么一个消费记录 然后它就不会被消耗 只要你每三个月 你发一条短信出去 你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个号码 长久的拥有这个号码 相对来说 这应该是目前成本最低年的一个方案了 账卡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这是一个实体的卡 所以说你注册大部分的账号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它不会像GoogleOS那样 可能会别人判定你是一个虚拟的 VIOIP号码 然后就把你给封掉 这张卡目前我拿它 绑定了我的PayPal 绑定了我的美国银行 全部都很顺利 然后绑定了我的Uber 包括说注册 抖音 注册境外的微信 都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的话 我再来跟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用了美国手机号码的一个效果 像我现在的话 是把这个Nike mobile的实体卡 放到我的一个红米手机 当背机 然后只拿来接短信 所以把它放在家里 我也用它成功的注册了我的境外的微信 并且成功看到了那个微信的 witch out的功能 像我这个微信的话 是用刚刚那个Nike mobile的号码注册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微信这里的话 有个witch out的功能 witch out的特别方便 就是说只要有网络 你不管在什么的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直接用很低的价格 打美国的电话 打香港的一个号码 这个对于我来说特别使用 因为有时候我需要联系 我像刚那边银行的一些客服 如果我用中国的号码打过去的话 会特别贵 但是如果我用witch out的打过去的话 会特别便宜 可能就20每分一分钟吧 并且你用微信的witch out 打出去的号码的话 它显示的是你美国的那个号码 这个的话就比那个什么 你用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 VoIP的这种软件 打出去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 它会显示你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号码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用witch out 然后拨打我自己的号码吧 我打给我的iPhone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在我是接到了 我的自己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号码 然后我现在我再用我的这个 Nike Mobile的号码 给我的谷歌OS 发个短信试一试 然后我的谷歌OS也马上收到了 我用我的谷歌OS发回去试试看 它也很快的收到了 我用谷歌OS发给它的这么一个短信 所以说在国内使用的话 这个号码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管是接电话打电话都OK 好了 关于美国的手机号 今天的话呢 分享给大家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的 Nike Mobile的这个方案 相当来说 这是目前比较便宜 然后比较稳定 比较靠谱的一个方案 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节目 欢迎点赞和订阅 我在YouTube和B站都会每周更新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罗雷罗嗦 今天这个视频讲的内容 我会整理到我的博客 罗雷.org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我的博客看一下 这种更详细的这么一个说明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